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韩雪以176比124的大比分获胜拿到了这一季的总冠军 作为一档演技比拼类的综艺节目 我就是演员其实不太容易控制表演的质量 演员容易受剧本 角色 舞台之景 甚至于对手系演员的影响 所以在前面12期的表演中 每一期都会有大的小小的问题 但能走到最后的演员靠的不是颜值 不是运气 而是实力 其中比较激烈的第12期 在九进四的比赛中 张子怡战队胜出 当张子怡选择留下涂松颜和韩雪时 其实已经没什么悬念韩雪锁定胜局了看完决赛的表演 可以说 韩雪的胜出实至名归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总决赛的机场表演 确实是这一季节目中的最高水平 四位选手表现的都非常出色 但戏份多的原因 还是让涂松颜和韩雪占了很大优势 涂松颜和王阳的大宅门 显然涂松颜的三H男主角 他的戏份更多 同时在台上有反转 有变化 有张力 而王阳更多的时候是在给他搭戏 其实对于两个实力派演员来说 就算是把角色对掉 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所以在选这个片段的时候 其实已经决定把涂松颜送上冠军之战 因此最后涂松颜以高票数 赢了王阳走进决赛并不意外 韩雪和宋义平凡的世界有同样的问题 在这个片段里 韩雪始终负责节奏的把控和气氛的转折 绝大多数的精彩点都在他的身上 特别是在即兴表演中 韩雪更棒的拍 大开大合的表演方法 以及活灵活现的情绪拿捏 确实浑身是戏 所以韩雪成功PK掉宋子 和涂松颜开始巅峰对决 韩雪和涂松颜的大王别击 两个人的表演可以说滴水不漏 无论是谁都有资格拿到冠军 如果只靠这么一场表演让人很难抉择 所以现场的观众和台上的评委们 更多的还是从多维度去考量 这样一来 韩雪的胜酸就变得很大了 回顾两个人走过来的一路 韩雪可以说靠呼吸一路所向披靡 她从第四期开始登台 第三轮挑战导师中 和张子怡和眼的女儿就带给观众十足的惊喜 她在表演中完全进入状态 抓钱 情绪崩溃等细节的拿捏 让张子怡赞不绝口 在那之后 不论是和王小辰的轻衣 还是和图松颜 李兰迪的搜索 韩雪从未失守 她在表演中既能全情投入 又能把情绪和眼泪收放自如 所以说 韩雪在决赛中胜出 拿到这一季 我就是演员总冠军实质名归 让人心服口服 当然 走到中决赛的四位演员 胜负之分指引剧本和角色的影响 在演技上其实是难分伯仲的 他们都是并列冠军 也希望我就是演员这个平台 能给他们更多的表演机会 字幕 vousira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